我手机来电话 花姐 不好意思啊 我手机来电话 我去接个电话 好 我知道了 一定按照你的吩咐办事 花姐 打完电话了 打完了 是家里的电话 以后再周家 把你这个电话调到静音 或者是震动 别紫瓦乱叫的 知道吗 我记住了 花姐 小玉 欢迎你来 以后我就把我妈交给你照顾了 小玉姐 你放心 我什么都会干 肯定能做好 其实你主要负责照顾我妈就好 其他的时间帮帮花姐就好 你啊 把叶医生照顾好 是最重要的 行了 我先带她熟悉一下环境 好 去吧 你跟我来 好 小玉啊 你看 这边是客厅 这边呢 是厨房 好 来 这边 这个是储藏间 好 走 我们上楼 你怎么还拿个包啊 快把包放下吧 好 小玉 怎么了 花姐 我跟你说啊 这个是以前周先生的书房 平常都是我打扫 你不用管啊 好 知道了 来 你看 这个呀 就是阿衍的房间 卫生间在这儿 好嘞 这个是小萌的房间 这也是卫生间 好 记着了 走吧 小萌 小萌姐 怎么样 参观的 挺好的 挺好的 我准备带她去你妈那儿去 小玉 我带你去看一下我妈吧 好 睡着 这里就是我妈的房间了 嗯 以后我妈就有劳你细心照亮了 嗯 对了 你来之前 花姐有告诉你我妈的病情吗 嗯 接受过了 嗯 我基本也了解了一些 嗯 那就好 不过更开始 你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 慢慢就习惯了 嗯 我妈她 记忆有些混乱 对很多事情都搞不清楚 所以你更需要细心照顾 嗯 是 小萌姐你放心吧 嗯 妈 我们俩是不是吵到你了 小萌 这是你同学吗 哦 叶阿姨 我是新来的保姆 我叫小玉 妈 你想想看啊 花姐呢 她年纪大了 她也需要休息 以后就让小玉来照顾你 好不好 不好 妈 你听我说 小玉照顾人很在行的 你就放心吧 我要喝水 好的好的 叶阿姨 您要的水 我已经试过温度了 刚好 不烫也不冷 我妈的病情不太稳定 以后 你要多费心了 嗯 小萌姐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叶阿姨的 叶阿 我要迟到了 妈 我先去剧场排练了 你今天就乖乖在家 让小玉来照顾你 去吧去吧 要听老师的话 我走了 叶阿姨 您都爱吃什么呀 我什么都会做 我 我待会儿给你们做好吃的好不好 来 来 叶阿姨 我听花姐说 这是书房哎 我们进去坐坐 看看书好不好啊 叶阿姨 你怎么了 我 我不想靠近那 您是害怕吗 我 我们回去吧 叶阿姨 华姐 华姐跟我说 这是周先生以前的书房 你不是她的医生吗 你为什么会害怕呢 回去吧 我要回房间去 叶阿姨 回房间去 叶阿姨 你让我回去好吧 怎么了 叶阿姨 怎么了 叶阿姨 我不要再问了 还有 以后在这个家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我知道了 华姐 我们不怕 不怕啊 我们走 我们快走 快走 好嘞 我快走 没事 别怕啊 你这是干什么呢 快快快快 这小萌阿姨 马上回来了 我做菜给他们吃 那你小心点啊 你别切着手 放心 没事的啊